封閉近2個月的香港中文大學 今天復課展開新學期 大學站出入口實施出入管制 私診和校友必須出示證件 一般訪客就需要登記身份證 才可以出入中大範圍 要坐校巴的話也要留意 由於多屆校巴選位 校方重整校巴路線和外聘校巴服務 現在大約10分鐘一班車 校園內部分反修例運動還押 及桃鴉仍然未清理 中大校園在去年11月爆發警民衝突 校內設施嚴重損毀 校方之後宣布提早結束第一學期 東網記者胡朗軒報導 中文字幕提早 雅 中文字幕提供 彼此提供 都不知道